近日一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《长相思》被爆将分为上下两部播出,并且将在今年暑期当中次。 据悉,《长相思》播出平台为腾讯视频,目前已经收到了很多观众的预约。 若真的分为上下两部,相信剧情将更加连贯,人物设定也将更加完整。 相比于感进度,一口气播放完毕。 分开播放虽然需要观众等待,但是却能够避免剪辑混乱,剧情跳跃等问题,让观众更好的理解和感受剧情。 《长相思》中的女主角小妖和之前杨子所饰演的角色有着相似之处,都是那种傻白甜的类型让人有些既视感。 在《欢乐颂》《香蜜沉沉静如霜》《沉香如蟹》等作品中,她的角色几乎千片言虑,但是杨子却能够完美地诠释每个角色。 虽然一直在舒适区,但她也在努力寻求突破。 虽然分上下两部的消息是否属实,还有待官方确认。 但只要把剧做好,相信观众们一定会静待佳音。 期待杨子带来更加精彩的演出。